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被尊称为唐高祖,他带领着军队推翻了隋阳帝的暴政,统一了隋朝末年战火纷纷地滑下大地,而跟随李渊一起打天下的儿子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兵变之后杀掉了太子李建成,逼李渊传位于自己,改年号为贞官,李渊从此成为太上皇,可退位后的李渊却日子过得很难,不仅被禁足,就连服侍的宫女都被儿子遣送离宫,这到底是为何呢? 洞见历史人物品熙世间百态,欢迎订阅一顶说,李渊退位,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朝以后,开创了一个盛世,然而他在册封太子时,并没有将跟随自己一起南征北战的李世民立为太子,而是给了李建成 李世民内心十分清楚,自己并不受宠,可明明李渊能够打下江山,所有儿子当中只有自己浴血奋战功劳最大 哪怕是这样,李渊作为父亲也没有多高看自己一眼,依旧只宠爱李建成 李世民认为,自己不管是唐朝建立之前,从晋阳起兵,四处征战,还是在唐朝建立之后领兵平定薛人稿,刘武周等割据势力,都为唐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却最终只是拜天策上将,授封一个秦王,这让李世民耿耿于怀,又与李建成等太子一党不合已久 因此,李世民早就在谋划着夺下太子之位 最终,在皇宫门外的玄武门,李世民发起兵变,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和其王李渊吉 随后提着李建成的人投进入皇宫,逼李渊封自己为皇太子 自从李世民被册封为太子之后,李渊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名存实亡的皇帝了 李渊当时虽然身处皇宫,身边的人却都被李世民换成了他的心腹 李渊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的活动空间 朝堂上的政事也全都被李世民所掌控 李世民自成为皇太子以后就住在了东宫,处理朝堂事务 而李渊的日子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十分难过了 得知自己的儿子杀掉了另一个儿子,这已经让李渊十分痛苦 而现在自己就算是皇帝也被软禁在皇宫,还管不到朝堂的事情 李渊觉得既然如此,那就不必挣扎了 自选五门兵变之后两个月,李渊就昭告天下,决定退位 并传位于皇太子李世民 至此之后,李渊成为了太上皇 而李世民如愿以偿成为了皇帝 并且改国好为贞官 成为太上皇的李渊却依旧住在内宫 而李世民则一直在东宫处理政务 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情况 或许是刚刚上位,李世民也清楚自己这皇位是夺来的 虽然扣给原太子李渊成的罪名是谋反 但其实到底是谁谋反,全天下都心知肚明 因此在李世民刚刚上位的这两年内 他并没有刺激李渊,依旧安分守己地在东宫做事情 但从李世民逐渐铲除完了太子余党之后 李渊的生活就开始难上加难了 巩固皇权 其实李世民和李渊之间的父子感情 自从李世民被册封为秦王之后 就开始越发不好了 当时李世民受封秦王,赏赐居住大恩宫 可大恩宫表面看上去是豪华的新宅大殿 但其实那里都是朽木和破烂不堪的家具 据说,李世民曾经居住的寝殿在狂风大作时 窗户都会脱落,下雨还会漏雨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王爷应该有的待遇 李世民因为这个事情内心憋屈已久了 在成为皇太子之后 李世民便搬到了东宫居住 也没有赶走太上皇 依旧让他住在内宫 或许只是因为皇权不稳 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妥当罢了 在李世民开始执政时 他就下令放掉了皇宫当中 豢养的所有英权 受累,还下令停止全国各地 向皇宫进贡奇珍异宝 肃清国库 李世民一开始便推行减要严肃 不行奢靡之风 就断了这些向皇宫进献的金银珠宝 以及铃罗绸缎 从那个时候开始 李渊在内宫当中的吃穿用度 就开始大幅度缩水了 一方面是为了实行人证 提倡节俭 一方面 也有报复李渊曾经给他住 花而不时的破烂宫殿的行为 武德元年 李世民下令 不再忌讳君主的名讳 也就是说 哪怕在文献 古籍或是记录当中 有是民两个字的 只要不连在一起 都不必因为害怕 忌讳是皇帝的名字 就用别的字代替 因为这个旨意 可以有效防止两个名字都避讳 导致文献废缺 任意避讳 有为经典 这也是李世民 巩固皇权 且反抗李渊的一招 一来 李世民此举表现出 自己的爱民亲民 不摆架子 天下文集 都不必再受 皇帝名讳的限制 二来 曾经李渊在位时 就时常因为有人触犯他的名讳 惹得他不高兴 如今李世民放开政策 不就是向天下表明 我比我爹做得更好吗 随后 李世民还将唐朝建国以来 由于直言觐见 而触怒皇帝的 那些被责罚流放的人 全都宽恕 放回家中 在李世民继位时 他还将朝堂之中 文武官员 五品以上的 如果先前身上 没有爵位的人 都赏赐了爵位一级 而六品以下的官员 泽家勋及一等 同时 为了拉拢民心 李世民还下令 天下面去 所有赋税摇曳一年 很多李渊立下的规矩 都被李世民修改 是以仁正的同事 还不忘打压一下太上皇 说他之前的一些政策 如何如何不好 对百姓实在是严格 总之李世民的政策 就是巩固黄泉 坐稳江山 推翻李渊 在做完这一切之后 李建成的余党 以及一些对李渊 死心塌地的大臣 都被李世民清理得差不多了 李世民认为 自己的江山是坐稳了 然后 他就开始计划 搬回内宫了 毕竟堂堂皇帝 不能总在东宫办公 太上皇也该挪挪位置了 于是 李世民到内宫 看望李渊 两个人虽然面和心不合 但还是保持着 该有的父子君臣长幼知道 看着内宫中服侍的宫女 李世民对李渊说 这内宫之中千万宫女 困于宫围 怨气颇深 不如让他们回到民间 自由嫁人去吧 浅放三千宫女 当时的皇宫当中 的确有接近八千的宫女 要知道 李世民已经成为了皇帝 在东宫居住的时候 身旁服侍的宫女 全部加起来 都才有一千 可李渊在整个皇宫当中 居然有接近八千的宫女 可以调遣 李世民对李渊说 要把宫女遣散的时候 还找了一个很合理的理由 李世民说 内宫之中如此多的富人 全被幽闭深宫 内心寂寞 难免生出怨气 如今举国上下大型节俭风气 不如将这些年龄合适的宫女 全都放出去 让他们出宫寻求良缘 各自嫁人去吧 这话虽说是在和李渊商量 但其实李渊根本就没有 什么话语权 李世民只不过是给他面子 还找了一个这样的理由罢了 李渊也明白 这是李世民故意的 但他没有办法 随后 内宫的三千宫女 被遣散出宫 其中 两千多人都是服侍李渊的 在遣送了李渊身边的宫女之后 李渊不仅少了人服侍 又在吃穿用度上缩减了预算 曾经大富大贵 挥金如土的皇帝 现在是真的成了 寄人篱下的落魄户 原本李渊居住的寝殿 叫做太极宫 自从宫女们大都被遣送以后 变得十分冷清 而宫中留下的人 也都是些见风使舵的人 自然看出来了 当朝皇帝是在故意整太上皇 也懂得风往哪吹 便向哪边靠 因此 就连下人们 也都对李渊 没有什么好脸色 更何况很多下人都知道 太极宫如今就如同 被人遗弃的冷宫 留在这里当差 不会有甜头可以吃 因此 很多原本留在太极宫的 下人宫女 都在想办法调走 不愿意继续在这里当差 这里既捞不到油水 也没有升迁的希望 李渊在太极宫的日子 就越发的难过了 两年内 他便得形容枯稿 郁郁寡欢 后来 李渊也明白 继续住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意思 就主动和李世民提出 打算搬出内宫 到行宫居住 这正是李世民所期待的 比较李世民 不好自己提出来赶走李渊 这让天下人落下画饼就不好了 但如今李渊自己提出来 正是李世民所想要的结果 他立马便答应了 不过 李渊并没有去到 他想要去的行宫 而是被李世民安排到了大安宫 就是曾经李渊给秦王时期的李世民 所见的那个外面 看着华丽 其实里面露雨的大安宫 而李世民 则顺理成章地从东宫搬出 来到了皇宫中的内宫居住 正是开始了他的皇权之路 被赶到大安宫的李渊 日子更难过了 不仅缺一小时 身边连个服饰的人都没有 来送吃食的下人 也敢对他蹬鼻子上脸 没什么好脸色 曾经可是耀武扬威的皇帝 如今被禁足于大安宫 不能随意与外人接触 日子还过得无比寒酸 这让李渊过得更加痛苦 李渊在大安宫 如同被打入冷宫一般 心酸凄惨地度过了七年 最终病重去世 至此 李渊做了九年的太上皇 也被李世民软禁了九年 他内心每日都承受着孤独和寂寞 实在是可怜又凄惨